《胃癌》 胃癌在香港算是最常見的十大癌症之中之一 死亡率亦是偏高的 其實很多這些症狀 例如胃痛、胃氣脹、病人覺得胃不舒服 很多所謂消化不良這些症狀 但很多時候胃癌亦是這樣的症狀 很多時候這些患者覺得胃不舒服 胃病不如遲些才驗 或者可能我吃一些乘藥 過一段時間可能沒事 這樣就忽略了胃癌的可能性 若果一些我們所說的很早期的胃癌 例如它只是局限於黏膜的部位 而我們又用手術將腫瘤完全撤走的話 它在五年的傳活率其實是可以高到超過九成 早期的胃癌治療的方法就是我們做一個叫做ESD 英文叫做ESD 中文就是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那個方法就是將一些局部性的病變 或者早期的胃癌局限於黏膜層那些 就用一個內規鏡的方法和一些特製的手術刀 將黏膜局部切出來 但是當病變侵蝕到黏膜或者肌肉的底層 就變成做不到這個手術 就要用一些更進一步的手術的方法 例如用微創的方法將胃局部或者整個切除 至於很多病人會問我究竟我要切完整個位置 還是只是切走部分 這個其實是好關係到腫瘤的大小 它生在哪個位置和牽涉的範圍等等去考慮 如果說一個完整可以將腫瘤完全切除 就起碼要將胃部切走七至八成 當然有些情況下有些病人是需要將整個胃部 再加上附近的一些淋巴結完全不切走 當然我們成功切走淋巴結 切走胃 下一個動作就是做一個重建的手術 一般我們會將剩下的胃或者它的食度 駁到下方的小腸 手術主要的難度就是因為 那些淋巴結是生在一些附近 在肚裏面很大或者很重要的血管的表面 對於醫生的難度就要很小心將那些淋巴結 分開和那些血管分離 也不要傷及那些血管 手術做的動作就是以上我剛才說過的幾件事 但方法當然有傳統的開刀方法和微創方法 微創方法當然包括用耐視鏡的方法 對病人的好處就是因為傷口細 他的痛楚細 變成他做完手術之後 他會讓傳統手術可以快些落地走 可以快些活動 變成他的復元會快些 一般做完手術 我會建議病人是吃流質 就吃大約三至四個星期 讓他的薄口位真的完全埋了口 可以慢慢吃回正常 因為胃的功能是用來磨碎食物 和儲存食物的 如果當病人撤走 這麼大部分的胃 或者整個胃撤走 變成他的胃裝不了那麼多食物 所以我們一般會勸病人做完手術之後 要吃東西就要少吃多餐 一般若果他整個胃撤走 我們會跟病人說他需要永久 每一個月去打針 就打這個維他命B12針 我們也會建議他定期 我們會抽血炎的鈣 和鐵質 如果有問題不夠 我們會補充給他 你會讓他去打? 我會不見人說我可以 我們會選擇 你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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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角